亚运网球女子单打四强赛 中华小钢炮梁恩硕交手上届亚运女单冠军王强 两人世界排名有一段落差 梁恩硕278名 王强则是53 第一盘前两局 双方不相上下各自爆发 原本以为会有一番厮杀 想不到 梁恩硕却开始出现较多非受迫性失误 连续让王强破了三个发球局 只花了21分钟就以6比1先下一城 第二盘 梁恩硕逐渐回稳 底线对峙时间增加 甚至还在第五局逼出一个破发机会 但王强立刻发挥自己强势发球 爆发成功 随后立刻再抢梁恩硕的发球局 让第二盘局数来到4比2差距 尽管王强整场比赛一发进球率只有4成6 不如梁恩硕的5成7 但8成的一发得分率远高于梁恩硕的5成6 梁恩硕自己整场比赛27次非受迫性失误更是重伤害 王强比赛后段也没错失发球局 以6比3守下第二盘 中场以6比6比3只落了胜出闯进冠军赛 梁恩硕则则是四强止步确定拿下铜牌 但亚运初体验就为中华队抢下 睽違60年的女单奖牌 的确后生可畏 国外局新闻 红日红刚明前 综合报道 今天对手算很稳定型的 然后我今天其实失误蛮多的啦 因为之前也不知道很久没有了嘛 然后就很开心可以替台湾再拿下一面女单奖牌 还没错 因为我认误蛮多的 来说这些东西能不太帮助 杀了太阳了 你一定要再拿下铜牌 这些东西能不太帮助 就是这个东西能不太帮助